大家好,我是军师 明天啊,就是大年三十了 也是这个假期真正的开始 那在这个假期里呢 我将给大家录制一系列的拔高视频 属于火箭般啊 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操作中很实用的战法和技巧 都是我根据这么多年的市场经验总结出来的 每一篇呢,都是精华 而且呢,每一篇都非常的实用 你学会之后啊 它会大大的提高你的操作效率和选股的准确率 大家务必要相信我 关注我 认真学习啊 为你年后的牛市做准备 机会啊,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有当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而你在暗自的努力 才能在真正交易的时候呢 出类拔萃 好,下面开始我们春节实战训练营的第一讲 就是KDGFS的正确运用 首先啊,我们先来弄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说,技术指标到底有没有用 因为以前军师说过啊 所有的技术指标都是滞后的 他记录的都是盘中已经发生事情的一些轨迹 但是呢,军师这里也要告诉大家 虽然技术指标都是相对滞后的 但通过一系列的修改参数 我们是可以让这些指标变得更加的灵敏 缩短它的滞后时间 从而呢,大大提高准确率 对我们的操作啊,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要不然,我们超过软件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技术指标呢 你说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KDGFS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指标呢 到底如何运用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解决这些疑惑 首先啊,这个KDGFS指标 它是一个超买和超卖的指标 主要呢,是给我们在开盘期间坐替 提供一个方向指导 大家都知道啊 一个超短选手 它的核心就是快进快出 频繁交易 让自己的资金呢,能流动起来 从而呢,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每一个点的利润 对于一个超短选手来说 都是必须在乎的 同一只股票啊 厉害的操盘手 比你躺在这个股票里面的利润 要大一倍,甚至更多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他们在不断的坐替 那么,如何精准的坐替 这就是一个超短选手 必须要学习的 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通过修改KDGFS参数 让它成为我们坐替的一个参考指标 好,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炒股软件 随意找到一天的分时 我们在这个左下角啊 在这个左下角的位置呢 选择这个KDGFS啊 把它点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有粉色线 棕色线和绿色线 这些不断的交叉的一些线啊 这个就是KDGFS 那么呢,我们要做的什么 双击这里啊 双击这里 把这个时间调成 8033点确定啊 大家会注意 大家可以注意到啊 这个曲线变得比刚才要平顺很多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KDGFS指标呢 说白了 我们只要看这个粉色的线就OK了 粉色的线呢 代表阶值 阶值呢 也是最灵敏的 当阶值接近零位的时候呢 它属于一种超卖状态 相反 当阶值接近100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属于一种超卖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 阶值接近100啊 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接近7个点 我们把它卖出 当阶值打到零位的时候呢 也都这里啊 我们再把它接回来 那么 六个点到四个点呢 也有两个多点的利润啊 我们再随意的挑选一只啊 来看这一只 开盘这里 阶值接近零位 我们买入 然后这 这个位置 这些这些点位 阶值接近100 我们卖出做T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是水下啊 一个点左右 这里呢 这里是三三个多点 这里是四个多点 这里是五个多点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至少也有三到四个点的利润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 这一点 阶值在零位以下啊 我们买入 那么阶值达到100的时候呢 我们再卖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多点 这里是四个多点 也有三个点的利润啊 那么这个点的时候 阶值也是大于100的啊 如果这个点卖的话 我们就有五个点的利润啊 由于我们把这个 KDGFS这个参数啊 调得了非常的灵敏 所以说当这个阶值 接近零位 或者是零以下的时候 它未必能代表 全天的一个最低点 但是它绝对可以代表 一个周期内 比如说一个小时 甚至一个上午 或者一个下午的一个最低点 有了这个指标做参考呢 我们做T起来 是不是感觉不再迷茫了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KDGFS这个指标 是给我们做T提供依据的 我们把它的参数 调整为八十三三 点确定之后 当这个粉色的线 也就是阶值 大于等于100的时候 我们卖出 当阶值呢 小于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买入 虽然准确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至少也有七八十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动手验证一下 看看军师修改过之后的 这个KDGFS指标 是不是对我们做T 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的朋友呢 务必给军师点个赞 喜欢军师的朋友呢 关注我 认真学习我的课程 相信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再见